故事是嘎嘎精彩 喜欢听的 给老弟来关注 来个咋 报学人 咱们书记上回讲到 在当天中午12点半左右 周大老板的车已经死路了北京小五的大院 此时呢 北京阿师部的助理 郑少东 郑助理 已经拿着天津政法医 把宋平顺在生前检举周氏副指 在天津犯的铁山罪证的六片A4指 到周大老板的车上了 周大老板当时把这个六片A4指 拿过来这么一块 看到第六月的时候 周大老板 脸色沉了下来 眼睛一瞪 没所意紧 当时这郑少东 正好跟周大老板在一起坐着呢 郑少东心想坏了 周大老板这是怎么了 那个 周大老板怎么了 周大老板说 郑少东 这上边写的 在昨天晚上你到天津的青花园小区 把宋平顺的红颜知己 你给糟蹋了 你给糟蹋了 领导 这郑少东瞬间不知所处了 有没有此事 领导 他不敢不承认 有 但是 他当天晚上穿着沙漏的 带雷尸黑边的 黑色的睡衣 他诱惑我 放肆 这是理由吗 你知道我周大老板最反感的是什么呢 咽过白毛 违背 妇女的意愿 臣妇女自危 你身为公职姻缘 去办这个应 你去中途 搞这种花边的新闻 再一个昨天晚上的情形 多么的紧张 你呀 郑少东 我为什么没有提把你当副部 而你还是助理 说千万上如果是 副部 孟宏伟去了 绝对不会办出这种事 你知道吗 我错了 错了有什么用 郑少东这个时候 把头低下了 也不说话了 周大老板发脾气的时候 也看着郑少东 从这个开心 欢喜到这个强颜欢笑 再到无精打采 没有动眼了 周大老板当时这么一看 心情 这个脾气 也缓和了一下 毕竟一会儿 还要办这个 离保金呢 这不能太影响 郑少东的心情 周大老板随即 也缓和了话语 这样吧 毕竟 你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宋平顺 已经死了 也死无对证了 但是 你要给我记住 在我周大老板的眼里 你绝对不能有下一次 郑少东还没有说话 周大老板继续 缓和这种尴尬的情绪 徐民长得漂亮吗 略道 长得属实漂亮 漂亮也不可以 听到没有 听到了 当时郑少东心想啊 我根本就不适合 跟周大老板在一起坐着 这边郑少东 当时汗都出来了 当时小心翼翼的 把车窗 打开这么大个缝 当时说到转移话题呢 说这个领导 李保金还在里面等着呢 周大老板 周大老板这一条 你领我去建立保健 郑少东随即说好领导 郑少东这个时候满头大汗的 郑少东随即对前面开车的 秘书鱼缸说道 那个鱼缸 把那十斤给我拿一张 我说你这暖房打得太业了 都是汗 找个台阶下嘛 缓和下尴尬的情绪 领导 年轻 888 你看郑少东 跟这个周大老板 就来到了东北角 大房套小房 小房再套小房 直接进来以后 样露眼帘的是 司机小马 正在写这个检举 那个李保金的信呢 这边李保金 正在地上躺着 刚苏醒过来 当时李保金这一看 推开门进来两个人 郑少东领着一个人 随后李保金 跟这个人拭目以对 李保金当时吓一跳 我到北京 想检举的大老虎 居然就在我身边 周大老板当时一瞅 周大老板 想收编这个李保金 随即先见面 我先给你来个填兆 当时我给你来个好感 周大老板说 郑少东啊 这是怎么回事 天津检查一把李保金 这是发生什么了 郑少东说 领导 他 他是有问题的 有什么问题呀 他还在位呢 就算是有问题 也领不到你审呢 周大老板直接给郑少东 又来个耳雷了 这个时候 郑少东你应该反应过来 周大老板这一次打你 是欣赏你 跟你唱的双黄 我问你 有什么问题 郑少东当时还没等说话呢 这个时候 小马司机 之前被郑少东打得一胶皮棒的 打得有点懵了 他有问题 我是他司机 他有问题 他包养了六个情言 身牌号在这房 房产号什么 我都知道 我正在写检举信了 周大老板这一挑 他是谁呀 郑少东说 他是这个李宝金的司机 他正在检举他 他确实有问题 这样 把李宝金给我扶起来 到内屋说 爸爸扶起来 到内屋 到内屋以后 说一下 李宝金 你身为天津检查的医把 你到北京来 我已经知道 你的明确的目的 你拿着 你拿着 宋平顺生前检举 我周四夫子的 在天津铁山的证据 到北京 你想干什么 当时 这个李宝金被打得不像样了 这个时候他 再害怕 周大老板也打他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呀 周大老板说 你不用害怕 先不用回答我的问题 接下来 我说的每一句话 也要给我听清楚了 你的司机 说你包了众多的情人 这 已经是很大的问题了 再一个 你就连你的司机 你都管不了 何况这么大的案件 你能管得了吗 内部消化吗 当时这李金宝 丑了丑 也没敢说话了 周大老板继续说道 这样对你的工作 以及以后的提升 还有你的家人 都有很大的帮助 你呢 也不要执迷不顾 掩耳盗铃 这边呢 你毕竟 是天津检查的一把 能当上这个位置 也是聪明的人呢 我才问你 你到北京是来看什么的 给我实话实说 最重要的周大老板说 你给我实话实说 领导 我到北京 我就是来吃烤鸭的 我实话实说 我遇到了很多的流氓 把我打伤了 我就吃烤鸭这么简单 我到北京 我能干什么 周大老板这一听 你是聪明人啊 这李博金 已经归顺了 还好 我就愿意听你说 实话吗 来啊 张超东 把他的电话给他 当时 这李博金把电话拿回来 就开开机了 开开机咱讲话 开机 这个重要性 他就会进来电话 但是在进来电话的前提下 咱们直接把视角 转到天津这个市委的 会议室里面 当时已经是 中午的12点45分钟 这边呢 北京这边的 贺大老板 我强哥 正在给天津的 各位小豆豆 开这个会议呢 贺大老板 我强哥 首先说了很多 又问到天津 摆到一把黄心国 你是第一个时间 把这宋平顺的办公室 给封锁了吗 那个 领导 我是第一个时间 封锁的 那么第一时间 谁又进入了 宋平顺的办公室呢 有没有给我调查完事啊 你们到底调没调查完事啊 这边 你看天津阿森部的 一把武长顺 这边正着急呢 吩咐下属 调没调查完事了 说这个武局马上就完事了 快 这边完事了 快 武局 那个 这边 第一时间 进入宋平顺 啊 这个办公室呢 是在上午九点四十 四分钟 零八秒 天津检查一把 李保镜进来的 当时你看 武长顺直接报告了 贺大老板 我强哥 贺大老板 我强哥 当时就要求 这个四伟的秘书 赶紧 把这个 李保镜给我叫来 李保镜呢 怎么没有来开会呢 当时你看 四伟这边 的秘书 直接 就把电话 打给了李保镜 李保镜这边 电话刚开机 这么一刻天津四伟打来的 你脑 四伟打来的 我接啊 周大老板说 你接吧 毕竟已经归顺了嘛 当时 李保镜把电话 这么一接过来 喂 这边说 我是天津四伟的 秘书 那个李院长 你现在在哪了 请你立刻马上 到四伟的会议室 来开 紧急会议 当时这李保镜 这一筹表 十二点五十了 最快 也得一点五十呀 那个 丑丑周大老板 我在外边了 那个 我这边 在医院 秘书说 你怎么了 说这个 家丑 不可外扬 我这边 尽量 马上就过去 你快点吧 这边 泡沙 这么一挂了 说这个 周大老板 我都回天津了 这边 四伟又开会 重要的会议 周大老板 你说你回去吧 你记住 该说的 该看的 不该说的 不该看的 你要牢记在心 说我知道了 这边 你看 往外走 这李保镜 小马 走了 当时也挺冲 这郑少东 当时这一刻 李保镜 你给我站住来 我告诉你啊 小马也说了 跟你六年了 你不许回去 对小马 无理取闹 整个无理取闹 你也不许 对小马 产生撤职的念头 你听见没有 这边小马 是一个好司机 小马 就是说掌握你的证据 也得回小马了 我们这边 也得知道感恩 当时李保镜 这一刻 行了 我知道了 这边李保镜 走到门口 上车的时候 李保镜 整的还给小马 小马说师傅 你是我爹 我跟你开车门吧 小马说 我不习惯领导 还是我跟你开车门吧 我还是习惯 跟你当司机 李保镜 讲话 你是我爹 你给我开车 走吧 你看 直接回天津了 这边 这边 也是在下午 一点五十 来到了 这个市委的会议室 当时一进来 爸爸开会都等他 就等他 等一个多小时了 贺大老板 我强哥说道 你是天津 检查一把 李保镜吧 你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才来呢 李保镜 我是 我这边 这身上全是伤 怎么解释 我叫周大老板给打着 不可能啊 我这边 编个谎了 我有难言之隐 有一半天 他说出了 我有难言之隐 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家 剑内 有精神失常 这也是 刚开始给我打电话 让我回家 我回去晚了 这当头就是几棒的 剑内 精神失常 也是打得 遍体鳞伤啊 瞎丑啊 让各位见笑了 宁可让人嘲笑 也不可能把周大老板的事 给漏了 贺大老板 当时这一听 也是情理之中 这边贺大老板 直接问道 这样吧 你家门不幸啊 接下来我问你 你是第一个到宋平顺的办公室死亡现场的吗 那个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个 但是我是在上午九点四十五分钟到达宋平顺 因为宋平顺是正法医把他管中攻减法的 我向他汇报工作呢 我这边进屋以后 我都不知道他死了 我这边跟他汇报半天 我才知道他死了 这贺大老板 我强哥当时边听着李宝金的诉说 边瞅着现场的各位小岛岛 用异样的眼光瞅向了李宝金 这个时候贺大老板 我强哥也是一个正直的好老板 也是体贴下属的感受 随即贺大老板 我强哥说到 这边所有的人都先出去吧 只留下 白道一把黄心国 还有检查一把 李宝金 也是体贴了李宝金当时的感受 这边巴巴都出去了 贺大老板 我强哥继续说到 这样 我问你 你是第一个到现场的 宋平顺死在了办公室 我先不说他的死因 但是在办公桌上 你有没有看到六片S纸呀 领导 我没有看到吧 当时我跟宋平顺领导 汇报五分钟以后 我看他没有回应过 我到跟前 我还刻意 吵了一下办公桌上 没有什么稳健呢 这当时给这个黄心国也下了一身冷汗啊 很怕这个李宝金说说话 李宝金当时他也不可能啊 为了把周大老板给招出来了 然后把自己的前途啊 隐身自由也破灭了 他也不可能 思考否认 我没看到 这边你拿我没办法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贺大老板当时一听 这要是死无对证了 这样啊 你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 也不要对这个当中的敏感身份的人物 有所忌惮和束缚 我告诉你 我贺大老板 是咱们和大老板让我来调查这个问题的 那么宋平顺在电话里 一个即将死去的人 不可能对我们撒谎 领导 那我也真没看见呢 我也不可能撒谎啊 本身我在天津 我的工作本质管辖范围 是检查的一把 我历经多年 我能一直平稳的坐这个位置 我很政治的 我不会 做 执法犯法的事情的 贺大老板当时这一听 真是死无对证了 这样吧 既然你再没看见 我也暂且相信你一回 啊 但是你必须给我写保证书 我要带回北京 再一个呢 这宋平顺的死因 一定要给我调查清楚 这边你看当时 这宋平顺在这个青花园 三楼有五亿这个账款 这个消息已经在天津走路了 这边呢 有知情人也告诉贺大老板了 这个宋平顺 这死因可能是因为 有这个巨额的 阿旧张阿旧款 畏罪自杀了 当时贺大老板这一听 也只能这样了 我拿着李宝金的保证书 还有这个经报的宋平顺 这个案件 他有阿旧张阿旧款五个亿 回去跟这个贺大老板 把事情说明吧 但是贺大老板我强哥 始终相信 这宋平顺死之前 说的那一番话 百分之九十九是真的 但但是 已经有一股势力 一股力量 在我之前 把证据给消失了 死无对证了 你看贺大老板 在当天下午三点钟 也回到了北京 这边跟他的老板 古月老板 汇报了工作 古月老板当时 是非常正直的 好老板 说到 既然是这样 凡事都要讲究证据 但是一定 给我调查合理 真实 还公众 一个交代 毕竟这个事情 影响不好 但是一定要有真实的交代 一定要 从严 从快的 给我定性 这边 贺大老板说 是的 领导 这个时候 古月老板又说了一句 对了 你 对这个周大老板 有什么看法呀 他 以后 你给我多观察 观察他 到底有什么疑点 贺大老板说 我不太了解他 但是我一定会观察他的 说 行了 你先出去吧 这边 贺大老板走了 敢讲话 周大老板 这个悬着的心 终于可以放下了 关键的引物 包括 李宝金 郑少东 黄兴国 还有这个孟宏伟 太解脱了 一环扣一环 但是事情 始终没有结束 因为周大老板 还有一个野货的 他这个 第二个儿日 叫做周小斌 这边呢 周小斌 在天洁 瑞湾大酒店 也是睡到了 三点多钟 这郑少东 也把电话 打给了 这个周小斌 向周小斌 汇报这一天 发生什么了 让他以后 别严麻烦了 也是给你爸爸 省点心 但是周小斌 接下来 跟郑少东 说一番话 也就是 不顾一切 他想再次 拿捏 天津的 树玉辉 那么 接下来故事 会怎么发生呢 咱们下集见 嘎嘎 精彩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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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